要看精彩比賽 如果不能到剛剛的台中週季棒球場 可是又不想再加一個人看轉播 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到百貨公司感受球賽直播的熱度 球迷們的超賣力 在北台灣隔空替中華隊跟王建民搖起吶喊 喊破嗓子加油打氣 慶祝中華隊先持得點搶下分數 球迷們手拿加油棒 揮舞國旗大聲歡呼 世界棒球經典賽中午開打 計畫成百貨地下三樓廣場 擠滿了無法前往台中看比賽的民眾 有人把主辦單位送的刺青貼紙 直接貼在臉上 小妹妹也拿起加油棒 跟著一旁的大人高喊王建民加油 這麼多人連線集氣 中華隊最後也終於不負眾望 拿下經典賽首勝 中華隊漂亮啦 今天就是看王建民 那你覺得他目前表現怎麼樣 非常棒 王建民加油 太刺激了 好爽的 今天誰表現最好 王建民 王建民 都很好 他應該一直還是有大聯盟的實力 像澳洲隊這些都是小聯盟球員為主 其實我覺得實力還是有一段落差 整場比賽下來 民眾最愛的都是投手王建民 和中繼郭洪志優異的表現 再加上由隊長恰恰帶領的超強打擊活力 輕鬆擊敗澳洲隊 三號中華隊將與歐洲勁敵荷蘭一戰 只要再拿下一場 就能晉級八強 前進日本 中華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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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電TV零化無等力 台北報導